各位微星賢士及各位時光善知識 住家的風水 不是只有門 也不是只有水池和路 除了房子裡面的六室 就是門、路、罩、神位、床位、井以外 我們住家後面 我們往往很喜歡練舊 一旦你練舊 到外面去你就會找一些 石頭的作品 在將近20年 我們一位老信徒他在省府上班 他的老婆 有一天到午前五階京宣來找我說 張老師啊 不知道怎麼樣我家裡最近越來越心不安 老公越不想回來 問他去哪裡 他剛天睡在辦公室 他也沒有去做壞事 不知道怎麼搞的 不知道怎麼搞的 為什麼這樣 那我就幫他斬個掛 他旋無動 旋無一動 表示說住家的後院 有動的東西在那裡 我說你最近家裡是不是 都有大整修 住家的後院有大整修是不是 他沒有啦 只是我老公 因為他省府官員 到鄉下去 去巡查的時候 看到那些石舊 石膜 酒精窟 還有頭人 會切到大的頭人 他可能很喜歡 藝術價值很高 所以我們鄉下老百姓 就很熱心的 我會送去給你 所以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後面送了好幾個 有的石膜 有的酒精窟 有的石舊 還送回來都排在屋後 他屋子後面也有空地 所以他就放在後面 當放一個 他那天晚上 就做噩夢 放兩個 也更夢 放三個四個 第二天要起來就很難過 老公也說不是說什麼話來 他問我那個是什麼原因啊 那就是 酒精窟 你破壞你的環境 雖然很美 但是 酒精窟有一種靈氣 酒精窟就有如 蹦蹦蹦的 都會動態 動靜動態 住家後面 要靜 要安靜 不要動 所以酒精窟 食膜 雖然靜了 他都是動態 好來 趕快 送到別的地方去 送走就好了 送走了之後 老公就回來了 才發現說 這個叫做風水學啊 所以吃虧的人 多得不得了 好 大家要注意